后面还有几个变化 第一个就是门号公式 你会发现如果你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实际上你会发现上面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可以看得出来 但一般理论上不太会有人知道 说这里面到底是输出公式 还是输出一个结果 只要能够做出来 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好方法 但是以VBA部分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叫门号 没有底线公式的一个sub 这个输出之后的话 如果我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跟刚刚的最大不一样呢 在哪里 对 这个东西里面没有公式 而就不是说用公式的方式完成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用公式 而是希望怎么样 我是把这后面的东西就是跟之前一样 把它串接之后再放进去 那这个程式要如何写 所以两种写法 哪一种比较哪一种方法好呢 其实做得出来都好 当然有时候是见招拆招 我觉得就是符合你工作效率能够提升违远 只是说我们上课是尽量都讲 那将来你要用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哪一种方法 对你来说是比较适合 但是你会想说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会想用这个方法是你本来就有公式 你就输出就好了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它输出之后你会发现 它在储存阁里面存放的资料 就这么多 那如果说它公式很长的话 那你会发现你的档案会越来越膨 所以这些越来越大 这些我同学说老师 我为什么我的那个档案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因为他用丢公式的 如果你有这种档案一直很大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什么 你就不要输出公式 你就输出结果就好 因为输出结果里面就放这些资料而已 就会变很小 一出的时候档案就变小 OK所以可能这地方 当然你就要斟酌 按照实际上的状况去选择你要哪个方法 OK 另外的话如果你输出公式 有时候可能在执行效率上面 跑价好像如果资料用越大 好像越跑会越慢的这种趋势 所以那这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用这个方法来完成 OK丢公式 这个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还有一个说老师 我不要用按钮 我比较习惯 我是希望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叫手机函数好了 这个手机函数呢 我就给他三个东西 他就给我我要的结果 就跟我们平常使用函数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有没有办法 我先demo 插入函数 这边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但是你们现在应该没有 因为你们我是已经写好了 才会有 如果没写就没有 里面就有个叫手机的一个函数 有没有 那他的用法非常简单 就是上面不是有栏位名称吗 我就这个意思说 请你给我电信业者 而且还是中文的 对 我们其他的函数都还是英文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感觉很像很熟悉 点一下就好了 这个有点像喂资料给他 喂资料给他 那喂完资料你会发现 他就帮你串完了 有没有按确定 那你只是需要什么 点两下 就搞定了 那这个叫什么 制定函数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sub 这个就是所谓的function 中文意思就是制定函数 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这个叫function OK 那至于哪一个比较好用呢 也是一样 反正我都教 至于要怎么用 你们自己就弹性去应用 那我是有问过同学说 你平常用哪一个比较多 我大方用按钮比较多吧 如果你用function 说你写出来会有一些限制 像是将来会遇到吧 比如说你处理资料的话 可以用function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涂颜色 比如说你要把那个字 换个颜色 换个字体 换个大小 那方圈就不能 没有办法做到 有关格式方面 因为函数只能改变资料 不能改变格式 这一点可能 如果你要改变格式的话 一定要是sub 一定要是按钮 OK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按部就会来看 这个怎么做 输出的话是结果 那跟刚刚公式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如果输出结果的话 一一样切到Vio Basic 二的话其实我们就写 其实这两段 我先把它delete掉了 OK 我们重来过 第一个的话一样 因为我要产生一个按钮 所以我讲过以后你就对一个公式 一个按钮就是一个sub 然后这个名称 那直接按Enter就好了 以后固定流程 一定要记得要先插入模组 在模组里面写 就这样就好了 没有别的方法了 有别的方法你也先暂时忘掉 OK 你不要说这边学一点 那边学一点 最后每一个 我跟各位 这个就是标准方法 不会出错的方法 OK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想说一定 也是要做 一定要输出结果到 这个出尊 我先把里面资料先清掉 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要的资料在这边 这三个放到这里来 所以其实他的发想这样 第一个我要放哪里 我们刚刚也有讲 我都重来一遍 Sales 1 我先不要写回圈 不然我怕同学可能一下子 有回圈 那脑袋就转不过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等于什么 等于先零9 所以后面你会发现 有点像在Excel上面输入公式 然后串接的话是End Excel是End 但是VPA一定要加空板 这个是差一点 然后再来End什么 End这个放后面 这个怎么去呼叫它 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 其实你可以拿前面这个复制过来 把它改一个什么 哪一栏呢 F不就OK了 但是你大概打到这里先停一下 你就先执行一下 你不需要从头打到尾 因为其实也是一样 公式如果中间出错 你就不知道哪里错 执行一下看看 有没有 911 为什么911 因为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它把它当数字看待 所以后面你可以在什么 在End End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前后一定要 那个End前后要空 如果你加一个减的符号 再执行 有没有 0911一个减的符号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的 空一个End End什么东西呢 End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的话 就一样嘛 把这个复制拿来改比较快 这个什么 趋二嘛 对 可是问题来了 把它执行 它就用八四 但是呢 我们之前有用那个 Test函数000 那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跟VBA里面的函数 它两边没有相通 Excel里面有250几个 但VBA就100 100出头个 名称也不太一样 在Excel叫Test 如果在VBA里面 其实我有查过了 怎么查很简单 以后你在程式里面打个VBA 电 有没有发现 VBA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出来了 其中 它没有 你讲说你 我现在想说 有没有Test 打个T 有没有Test T E 好像没有 所以我就在想说 它的那个名称 其实好像是比较接近 是格式化 那格式化呢 英文应该什么 Format 我如果猜 有没有Format 这个东西 FO 也有了 对不对 那我就是怎样 我就把它点两下 那这个时候一样 可是我不确定 怎么办 F1 那我就去K 那个里面资料 告诉我说 对 它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有没有 它底下 你目前看这个 你就不要很仔细看 因为是写给工程师看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工程师 你可能会看不懂 虽然每个字都不是什么 很特别的 但问题 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会有一些蛮 它意思就是说 反正就格式化 如果有些地方 假如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可以 一般有时候 可以参考底下的那个范例 有没有 它怎么去 去做这件事情 反正就传 一个资料给它 然后就格式化的格式 其实双引号里面加000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用之前的方法 来做做看 我试一下 所以VBA点 后面的话 format的钱瓜糊 然后把我们的G2储存格给它 后面逗点加什么 逗点加上双引号000 后双引号后瓜糊 其实等同就跟TES的用法一模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同学最常问到说 老师你有些城市有把VBA点加上去 有些没有 到底要不要加呢 其实两可 加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加的都是因为VBA点 你就会自己提示权的 就不会错了 OK 如果不加自己打也OK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先不加那个好了 执行 会不OK呢 有了 有没有 084 所以后面的话呢 H2的部分的话 就把这个层次复制 有没有 从这边复制到后面 然后把什么 把这个G改成H 再把它执行 这样007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希望全部跑完的话 那等于跑个回圈就好了 所以回圈的话 如果上面 如果上面已经有写过的话 你就不用重写了 你可以拿这个复制贴 来改 好像有点比较快一点 拿这个把它贴到这边 然后呢 就把这一行删掉 然后Enter一下 把这一行搬到它的中间 然后再按一个Tab键 让它下一阶 你看这个往上一行 然后改哪里呢 这个时候 这里可能会比较好改一点 因为它不是文字 你会发现这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它的数字 有没有 所以你其实直接把这个2 有没有 直接全部都把它改成I 因为它都是Sales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有个好处 就是不用管那个什么 还要串那个I放进去 对一般同学来说 这是一个障碍 可是你会发现很重要 目前如果你这样 没办法完全理解 没关系 你就先忌口绝算 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 我们就把它移到旁边来 然后呢 游标放在这个Sales 中间的任何一个位置 就把它全部执行 看一下有没有OK 看一下 应该理论上就大功告成了 没问题 好 那这部分的话 云端上也有参考答案 所以请各位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方式做出来 跟刚刚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把公式丢进去 让它去执行公式的结果 那这个是先在VBA做完 运算 把运算的结果 再丢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 这个资料量会比较少 然后跑的loading 有的时候会比较轻一点 OK 那不过 至于将来你怎么取舍 我是建议 因为你们毕竟是初学者 写得出来就是好 如果写不出来 你硬是要写这种方法 那当然会遇到很多的瓶颈 那刚刚那个方法 好处就是 你如果Excel的公式写得出来 那你的VBA也写得出来 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这个可能难度就相对比较高 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如何制定函数 往